头戴蓝色安全帽的阿伯 手拿着利器朝男子头部不断攻击 常反男频频往后退 用手抵挡 对方持续出手 直到他重心不稳跌倒 常反男反手围攻 压制动手的阿伯 冲突发生在新闻新店 一开始被打的是一名街头艺人 他控诉自己遭到攻击 送进医院缝了七针 双方遭有恩怨 是要法院对捕公堂 丘兴街头一人公称 被对方多次骚扰 甚至打成重伤 但动手念生生反驳 先被对方无故提告 任无可认才会动手打人 到我家门口撒钱 就是要拿刀出来做这种事 当然提告 我知道打人是错的 公共事务而引起的一些事 而这样连我儿子都告 记者现场求证 住户间又吵了起来 目前动手两人互扣 遭到警方的喊送 但邻居间纠纷 又该如何自保 但是他这个住户还是不移除的话 他有可能 也会面临20条款的违反 20条款如果驱离不成 保存证据也可以上法院提告伤害 直邻居间彻底撕破脸 就怕日后相见又冲突 社区恐怕难有安宁 记者金组人陆雨昕 采访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